大家好,从这几个开始我们学习ES8,也就是ES2017所引入的一些新的特性 我们要学习的第一个特性叫做Async Await 它其实是另外一种关于异步编程的解决方案 其实大家知道在ES6里面我们已经学了一些关于异步编程解决方案 对吧,比如说我们先学的Promise 然后又学习了一个叫做Generator ES8的这个Async Await这样的一个异步解决方案 它其实会比前面的Promise也好或者Generator也好更加的优雅 因为大家记得吗,虽然我们的Promise可以很好地去处理我们的异步的状态 但是如果有很多的请求或者说很多的异步操作 然后每个异步操作之间如果互相之间的依赖关系很强的话 其实它写起来也会有一些些的繁琐 这时候我们使用Async Await的方法会更加语义化 一会我们会演示 然后其实Async函数是Generator函数的一个语法堂 大家记得Generator函数怎么去写吗 我们介绍过Generator函数具有两个特点 一个是方式上面有一个星号 另外一个是在方式里面会有一个L的这样的关键字 但是对于Async函数来说 它其实特点是函数上面有Async关键字 然后在Async函数里面具有Await这样的关键字 其实Async单单词的本意叫做异步 Await单词的本意叫做等待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如何通过Async Await能够更优雅地处理我们的异步编程 我们新建一个文件 第四章的第一个例子 然后还是一样把它引进来 4-1 我们先演示一下Async Await的基本语法 然后我们通过这些例子来学习 如何使用Async函数 我们先听一个普通的函数 比如说叫做FO 然后函数很简单 就只剩一个SoulTron 叫做iMOOC 接下来我们输出一下FOO的这样一个函数的返回值 大家看是不是就输出iMOOC这样的字不串 对吧 这很简单 然后我们再看 比如说我还是这个方法 就是FOO 如果我在函数的前面加一个关键字叫做Async 这单词叫做异步的 我们先演示一下Async函数的返回值到底是什么样的 大家可以看 比如说里面还是返回一个字不串 iMOOC 这时候我们再输出一下FOO这样的返回值 大家看当前这段代码和上任代码区别 是不是只是读忘了一个Async这样的关键字 我们看代码第九行 能够输出的结果是 当面发现它会返回一个我们所熟悉的promise对象 而且当前的状态是不是resolve的 表示是执行成功的 然后resolve的介绍到参数是iMOOC这样的一个字不串 所以通过这个小例子 我们能够看出Sync函数在执行完成之后 其实是自动的跟我们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所以大家想想 这句话是不是有点像之前我们讲的promise里面 有一个静态方法叫做resolve 然后resolve里面传递一个参数 就是iMOOC 所以大家看当前这样的代码 是不是跟我们当前这句话 是不是相当于是一个意思 对吧 promise的下面进行方法叫resolve 传递一个参数叫做iMOOC 这边传回引号 这个方法的作用和这边的返回值 是不是应该是一样的 这是第一个特点 Sync函数返回的是一个promise对象 二大注意 Sync函数这个关键字 它是写在方式前面的 之前我们觉得generator函数 那个新号是不是写在方式后面 这个不要搞混 Sync写在方式关键字的前面 上面是Sync函数的一个基本用法 今天我们看一下await 我们还是建议一个Sync函数 比如说叫做fo 在这个里面 比如说我们返回一个resolve 大家注意 这个返回值到后面 我增加一个await 这样的关键字 叫做等待 比如说很简单 我就返回一个inbook 这时候我输出这样一个result 然后我们这边调用fo 我们看一下会怎么样 大家可以看 大家看代码第13行 是不是就能够输出await 上面这样一个字不串 但是我们注意 这个语法虽然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正常情况下 await关键字的后面 应该跟着的是一个 逆步操作 而不是普通的一个基本出现类型 这样的话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看一下如果跟一个逆步操作 应该怎么写 然后通过这个下面例子 我们就能够明白 把sink or wait 到底是怎么样去执行的 以及它的作用是什么 大家看 我们再演示基本语法 比如说我当前定一个函数 我还是用setTimeout 这样一个定制器 去实现一个逆步操作 因为setTimeout 本身就是一个逆步 我们定一个函数 比如说就叫Timeout 这个函数的作用 是返回一个promise对象 我们的promise对象 是不是可以对于我们的 逆步状态进行管理 然后我们这边写一个 resource 接下来大家看 我这里面定一个 setTimeout 这里面我写成 现在函数的形式 比如说给它的时间 一秒 这里面很简单 我们就输出一个1 然后大家看 我在这里面 定用resource OK 这是一个我们封章好的 一个逆步操作 接下来大家看 我们定一个函数 是async函数 然后还叫做FO 在这个里面 我们调用Timeout 大家注意 Timeout这个函数 当前它里面 是不是一个 逆步操作 对吧 因为是setTimeout 是一个逆步操作 大家看 比如说我直接这样 比如说我输出一个2 然后当然这个FOO 我们是不是应该 手动的调用一下 我想问大家的是 当前是不是会输出1 会输出2 我想问的是 当前输出的顺序 是什么样的 是1和2 还是2和1呢 大家想一想 当然我这边 没有写await关键字哦 大家看输出结果 你会发现 先输出2 等一会儿 再输出1 为什么这样 因为代码 调用FO的时候 是不是执行 这里面的代码 首先它遇到Timeout 发现这里面 是个逆步操作 逆步操作 前面我们说过 它是不是要 等一会儿再执行了 所以说先执行 主线程里面的内容 先输出2 然后这边 主线程中空闲 并且时间到达 是不是输出1 所以说顺序是2和1 但是我这样 我先往上是有顺序的 虽然你是一个一步操作 但是我的需求是 等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以后 也就是先输出1之后 然后再输出2 这时候应该怎么用呢 大家看 我们增加关键字 叫做await await这个单词的本意 就叫做等待的意思 大家看 保存 你们发现 先输出1 才输出2 为什么这样 其实从字面理解 await 等待 这时候 我会等待 后面这样一个函数 刚才我们说过 await的后面 应该跟着是一个 一步操作 所以说 await的意思就是说 等到一步操作 里面的代码 都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 我下面的代码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当前这个操作 其实虽然这个 timeout是一个 一步操作 但是我们整个的写法 是不是跟同步操作 是一样的 就是说 我们希望等待 哪个操作 进行完 那你就加个await的关键字 准备等着 它进行完成之后 才会执行 下面的代码 这个呢 就是async 和wait的一个 基本的用法 我们继续这个例子 再看 再看 我们resource 调用的时候 是不是没有给它 传递任何参数 比如说 像这样 我先把这个输出 先注释掉 然后呢 在调用resource 这个成功的 回到函数的时候 我给它传递一个参数 比如说 就是1 然后呢 大家看 这个参数 会不会传递到什么地方呢 在调用完 await 画面这个 一步操作之后 它其实可以 对应一个返回值 比如这个返回值 也目前不会变 对不对 Const RES 等于 大家看 我们输出 这样一个 RES 其实 我现在又想问的问题是 当前 是先输出 RES 还是先输出 2呢 大家想一想 这时候考验大家 对于前面这个 async await 到底是不是真正理解 发现结果 等一会儿 然后呢 是不是输出1和2 最为大家看 只要是await 后面呢 是不是一个 一步操作 这时候 只要有到await的时候 它是不是就等在这 它等到这的时候 后面的代码 是不是都不执行 什么时候 等它执行完 也就是 Resource 执行成功 那么 整个resource 这个参数 是不是就相当于是 await执行完毕以后 它的一个返回值 所以说 这个参数 是不是变成了 它的一个返回值 所以说await 会等在这 下面代码都不执行 什么时候 res 反过分外 在代码第28行 输出1 然后呢 又输出了2 大家理解了吗 这就是 so 我们可以传递相似参数 而参数 就是对应到await 整个表达式 这样一个返回值 OK 然后我们再看 比如说 还是这个函数 我把这个先注视一下 大家看 我们复制一下 我们先讲一下 如果对于一步操作 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应该如何通过 把sync和wait去处理呢 大家可以看 之前是resource 对吧 现在呢 比如说 我调用的是一个reject 当然reject的话 这边是不是应该把reject 失败 这样的回值函数 把它写在这 对吧 reject 然后呢 这边调用reject 大家看 我们还是建议一个方法 比如说就是fo 然后呢 这个方法呢 它还是一个 async函数 大家注意啊 你看 当前这个方法呀 我希望它返回的是一个await timeout 我把各种常见写法 都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样的话 大家在以后 不同场景的时候 大家都能够知道 怎么样去写 大家看我这个写法 当前 我是个async函数 然后呢 await 这里面强调一下啊 await关键字 一定要使用在 async函数的里面 就像我们讲generator一样 generator里面的 l的关键字 是不是必须在 信号 generator函数的里面 它们是成对出现的啊 如果你说 没有async关键字 我直接提个await 那也没什么用啊 OK 我们继续我们看 当前返回的是awaittimeout awaittimeout 它反过的是什么 大家看 是不是相当于返回的是一个 promise率项啊 对吧 然后大家看 那这时候 我可不可以这样啊 FO 它既然是个promise率项 那我是不可以直接去点 sync 比如说成功的时候 就应该这样一个函数 然后呢 失败的时候 比如说我写一个catch 比如说还叫adron 然后呢 我们在这边输出res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输出err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先测试一下 成功的时候 比如说传递一个成功 success 保存 大家看代码第45行 是不是 等待了一秒 然后呢 输出一个success OK 那如果 失败呢 我们将reject 比如说传递一个fail 保存 大家看这边 是不是就会传递一个fail 所以说啊 其实很多情况下 asimovator都会跟promise进行结合 当然 我们现在这个promise 是直接这么写的 其实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promise 其实以后在后面的课程当中 我们会在实战的项目当中 讲到asimovator 如何在项目当中使用 比如说我先给大家举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当前 也发送了一个r.x请求 当然这样的情况下 项目里面r.x请求 不会像我们前面那样 自己去封装了 都有很多这种现成的库 比如说如果在view里面 作者推荐的使用 叫做axios axios 其实这个axios方法 它就是返回一个promise最项 这就是刚才我说的 我们当前一步操作的promise 是我们显示的 写在这儿的 但是其实很多 给我们封装好这种方法 它自动都会返回这种promise最项 所以当我们使用axios 在发送请求的时候 其实我们直接就写一个 sync就行了 比如说我这边 现在大家写一个尾代码 就写一下刚才我说的意思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async函数 这个方法 就是发送一个请求的 比如说就叫request 然后在发送里面 可能我们使用axios 当然这个要事先安装好 所以说我这边写的是一个 尾代码 所以大家表明一下这个意思 大家看 比如说我们通过这个方法 去.get 去获取当前某个地址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地址 3w.xx.com 我随便写个地址 然后通过这个地址 我们能够获取到一些参数 当然当前这个方法 它是一个逆步操作 因为发送阿杰克的请求 对吧 这时候逆步操作 其实我们前面就可以加一个 await 然后这个逆步操作的返回值 那么我是不是就可以 复制给当前 比如说我叫date 这时候 比如说下面我想用到这个date的时候 当然这个date 得到的是不是就是 这样一个逆步操作 阿杰克斯的一个返回值 懂了吗 这种写法的项目里面很多 当然再强调一遍 这只是一个伪代码 isos 我们当前没有安装 它是一个发送阿杰克斯的方式 然后这个URL地址 也是我随意去写的 随时便能演示一下这种语法 这种写法在我们后面的实践项目当中 我会给大家去详细的演示 这里面大家只要了解一下 它大概的一个用法就可以 这是一个伪代码 那说到这儿呢 大家是不是还会想到 那我们之前是不是自己 封装了一个阿杰克斯的方法 之前我们的需求是 有三个文件 叫做ABC.json文件 对吧 然后呢我们分别按照顺序请求 ABC这样三个文件 然后输出它们三个结果 这个操作 我们前面用 Cobankheal 这种回答函数的方式 实现了一次 第二次呢 我们使用promise的方式 实现了一次 第三次 我们又使用generator的方式 实现了一次 这回我们看一下 我们如何使用 thinkovate的这种方式 再实现同样的需求 然后呢 我们实际上完成以后 再去对比一下 看这种方式 是不是真的非常的优雅 我们看 我们前面是不是有个函数 叫做阿杰克斯 对吧 大家 每次我都复制一遍 很麻烦 对不对 当然这时候呢 还记得在ES6里面 我们是不是讲了一个 叫做模块 对吧 那我可不可以把当前这个函数 作为一个模块 直接封装起来呢 大家 比如说我在src下面 新建一个文件 就叫 阿杰克斯 点gs 然后呢 我把刚才阿杰克斯的代码 复制到这边 这时候 当前是不是阿杰克斯的方法 对吧 然后呢 我们怎么导出 还记得吗 模块导出 我这边只有一个 我希望它是默认的 那我是不是可以直接用 export default 然后呢 导出这样一个 阿杰克斯这样的一个函数 保存 那既然这边是导出 我在4-1当中 应该使用 我是不是应该导入 大家记得怎么导入吗 这边是不是应该使用 import 把它导入进来 在导出的时候 我们使用的是 exportdefault 那导入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不需要 写这样大过号 而且这边引入的名字 和导出的名字 是不是可以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就还叫rf4 当然这个名字 可以跟那边不一样 然后呢 from 当前是不是文件夹下面 有个叫做 rf4.js文件 rf4.js文件 可以不写 然后呢 大家看 我们定一个方法 叫做request 发动请求的方法 这个方法呢 传递一个URL 这样的一个请求地址 这个函数里面呢 我们返回一个 primey随向 因为当前是一个 一步操作嘛 我们把 用primey随向呢 把它包裹起来 然后呢 这里面传递 相对方法 大家看 然后呢 我是不是可以 调用rf4 这个模块里面 这样一个函数 发动请求 请求地址 是不是就是URL 然后呢 请求成功以后 是不是进入到 第二个参数 这样一个平台函数 对吧 我调用一下 resort 把成功这个参数呢 给它 传递进来 OK 等大家再看 这时候呢 我想用async avit的方式去实现 大家怎么写 首先 外面视频应该有个 async关键字 对吧 然后呢 获取数据嘛 get data 这时候 我是不是调用 request的方法 然后呢 去请求static 下面的a.js 这个文件对吧 注意 request方法 是不是会发送一个 r.jx的请求 这个请求 是不是一个 e步操作 所以说 在e步操作前面 我们是不是加一个 位置关键字 相当于是 会等待 e步操作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 后面的代码 大家 比如说我们 反过一个res1 然后呢 我们输出 这个res1 我们先看看啊 当然这个函数呢 我们是不是需要去 用一下 保存 我们看代码 内容器 是不是输出 我是a 说明这个请求 已经顺利的发送出去 对吧 这只是一个请求 你接下来呢 既然我们说 是有顺序的 是不是应该等到 第一个请求完成之后 再去发送 第二个请求 所以大家看 我是不是只要 顺利往下写就行了 这时候请求的 是不是static 下面的b.json 这个文件 然后呢 他是不是还要等待 等他执行完成以后 我是不是再输出 res2 这时候呢 当b 执行完成之后 我们是不是再去请求 我们static 下面的c 这个文件啊 c.json 这个文件 然后呢 当然它是个 一步操作 所以说 我们还需要通过 我为此关键字 对吧 进一个res3 然后呢 我们输出res3 这时候大家看 整个输出的顺序 是不是就是 我是a 我是b 我是c 是不是也形成了 这样一个 一步操作的顺序执行 所以大家看 整个这个代码 有没有发现 没有任何的回调 整个的代码呢 非常的简洁 也就是我们说的 更加优雅 所以说其实啊 以后的项目当中 大家其实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 不同的 一步操作解决方案 第一个 回调函数 那是最基础的一种 这种方式呢 用的比较少 我们也不建议使用 因为它会形成一个 回调深渊 第二个方式 promise 其他注意啊 这种一波操作 很多其实都是在 相结合着使用 比如说 我们使用generator 你们是不是可能 也会用到promise 我们使用async wait 是不是也会用到promise 所以说对于promise 的理解 大家一定要知道 第三个 generator 它的作用是不是 对于当天 我们这个直行操作 它可以停在 某个状态 但是呢 它的写法相对来讲 上次我们介绍完以后 大家发现 可能稍微有点别扭啊 当然大家熟悉以后 也发现都是一样的啊 只不过刚开始接触这种 还是可以暂停 这种形式的时候 可能会有点 绕不过来这个弯 大家多看几遍 我那个视频 自然也能够理解 然后呢 今天我们学的async wait 其实从我个人的 这个做项目的 这个角度来说啊 我个人来说 其实学的async wait 是最好用的一种方式 因为大家看 当前这种写法 是不是跟我们 同步操作是一样的 所以说 我们甚至可能 都不需要考虑说 当天你这是一步操作 我们只需要按照 同步操作的方式去写 那么 它是不是就能够等到 这个一步操作 执行完成之后 再去执行 我们下面代码 比如说 我这边 获取到上一个 一步操作的返回值 然后呢 如果request的时候 我需要用到这个返回值 那我是不是可以 把这个返回值 再传到这个参数里面 这个参数 是不是传到这边 然后呢 我只要在这边 再加一个参数 不就可以了吗 当然 这些实际的应用场景 我们会在后面的 实战项目当中 都会给大家去讲解 大家也不要着急 我们这些呢 先学会它的一个 基本用法 以及要了解到 它的一个好处 我们再来总结一下 ES8提出的 这样一个 新的一步操作的 解决方案 叫做 async wait 首先 它是一个 generator这个函数的 一个语法堂 注意 async函数 前面用的关键字 叫做async 这个关键字 需要写在 方式的前面 而且async和wait 它们需要 成对出现的 而wait呢 必须写在 async函数的里面 而且呢 当我们使用 async wait的时候 其实它跟promise一样 也是这种 一步操作解决方案 但是呢 在async wait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不需要写 in 也不需要写 回家函数 这样对代码呢 其实也更加简洁 然后呢 也减少了很多 代码这些嵌套 最后呢 其实我觉得 async wait 它们最大的价值 还是在于 可以把一些 一步的代码 在我们写的形式上面 更接近于 我们同步的写法 这样的话 其实代码的可读性 会更加的强 包括 如果一些复杂代码的话 对于后面的一些 可维护性 它呢 也会更加的强 这个 就是我们讲的 es8种 关于 一步操作解决方案 async orwait 大家课后呢 还是一定要 多加练习 那我们 下一课再见 大家加油吧 我们先到复杂代码